去年波的冰岛鱼每人一年四季都在开花 所以今年又买了些种子 大家知道细小的种子不能附土 那如果提供一个恒温20-25度高空气湿度的发压环境呢 我车上的温度就正好 但是空气湿度很低 只能单独给种子创造一个小气候了 勤俭持家的泡泡收集了一些塑料盒 没找打火机啊 用这个将就一下吧 哎呀火太大了 终于吵着打火机了 这次对了 育苗土装2分之2满 给小苗留出生长空间 我的育苗土配方是 重点来了 包上缠绕膜把盒子密封起来 育苗盘也可以放在纸箱里 像这样封起来 才三天 超过三分之一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赶紧搬到棚子里去 赶紧搬到棚子里去 打开盖子通风降温先 打开盖子通风降温先 因为还有很多种子没有发芽 所以之后每天喷一次水 等出的差不多了就可以见干见湿了 中午高温时注意打开大棚通风降温 后续我会更新它们的成长过程 看到这里小伙伴别忘了三连加关注哦 下期分享水培育苗